Blackmagic Camera App 已經在這個 IOS 上面已經上架了 那在Apple Store 上面也可以免費的下載 那號稱是專業級的這個拍攝影片的 APP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這個軟體 他到底是不是能夠使這個舊的 iPhone 變廢為保 甚至於變成是這個 微單 消費級的微單來使用 那接下來我們就先上這個實際的拍攝影片 首先當我們打開這個 APP 之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中 那在左上角的部分分別有這個鏡頭 還有這個幀率快門 那 還有光圈 那光圈現在是呈現灰色的 那就表示說他不能夠 這個調整 那在正中間是這個時間碼 再來是右手邊的部分是ISO值 再來白平衡 再來是色調 再來是現在拍攝的這個 畫素是多少 4K 那電池的電量 你手機的電池的電量 那在左手 左下角這邊 有這個 直方圖 直方的四波圖 那在右手邊有這個現在 我現在說話他會動的這個 聲音的 聲音的計量表 那在右手邊還有這個 一些設定的功能 好 那我們現在逐一來看 那這個 Blackmagic Camera這個 APP這個軟體 他只適合攝影的攝影機 就是所謂拍影片的 功能 他並沒有把這個 拍照的功能納進來 那 市面上大部分說所謂的專業的這個 照相軟體很多 但是就沒有一個 像這個 達芬奇 這個母公司 Blackmagic Camera這個APP 專門是針對 用手機來拍攝影片 而制定的APP 那我們來看一看他到底是有何 過人之處 還有他能夠設定什麼 那首先要強調的一點是 如果 你 沒有使用過 這個 單反相機或者是微單相機 而且 你也沒有用過這個 M模式 就是所謂手動模式的話 這些調整 這些調整可能就對你來講會有一點困難 好 那我們現在依序來介紹 那左上角這邊他可以 點一下 那他要出現了 他要出現了這個 26 mini 那我這一台這個iPhone是這個 iPhone XS X 那他有兩顆鏡頭所以他列出來 那 第二顆 兩倍的 52的 他就可以跳了 那再來是前置的鏡頭 OK 那我們回到這個 26 mini廣角的 26 mini廣角的 再來是幀率的部分 那幀率部分 那右手邊就會 跑出來顯示 看你是要拍23.9 24幀 當然受限你 本身的機器 看你iPhone是哪一型的 那因為我這個是比較舊的 還有另外提到一點 順便 這個就是可以對焦 觸控任何螢幕 其實跟他那個 iPhone自帶的 App是一樣的意思 那快門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 也可以調整 那這邊 如果說你要把它鎖定的話 這裡有個曝光值 我等一下會彈到 那鎖定的話 就鎖定了 那依序你可以下 自由去調整 再按一下 他就會消失了 那快門 光圈是不能調整的 那再來就是ISO ISO這邊 也可以調整 那現在他是 所謂自動的模式 那我們 第二個再來我們再調這個 曝光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把曝光 按成自動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當然你也可以手動調整 EV值 這個就是調整 EV值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現在快門這邊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 快門這邊 有個 藍色的 A ISO這邊也是A 那就代表 因為他曝光的三藥素 快門 光圈跟ISO 那光圈不可以調整 那 當然你也可以手動 那就 等於是這裡 那你把自動點掉的話 你就可以自行去調整 他的 有沒有 EV值 去調整他的EV值 那你在調整EV值 曝光的EV值的時候 他ISO也會跟著 也會跟著變動 好 那我們按自動 他就會跳回來了 好 點一下 關起來 那 掰拼額的部分 這裡就說到 這個掰拼額 我現在是設定為手動 這個 手動的 而且是把它調整是5500K 而且是把它鎖定 那 一般我們在iPhone的App裡面 他那個 我這個型號比較舊 那比較新的 譬如說iPhone 14、15 這個我就不知道 他在拍攝的時候 如果你 拍照 到無妨了 但是拍影片的時候 他會 色溫通常會乾脆 他會自動偵測 變成說你這個 白平衡的色溫 你只要鏡頭轉到不同的場景 這樣去轉動的話 他馬上射掉 甚至你 鏡頭 上面出現 不同顏色的 衣服或者是膚色 他就會 色溫就會 就會跳動 變成他的色調 就不太會統一 那這個色調 我們再來就談到這個 色調的部分 其實他跟白平衡 是有關的 一樣 這兩個是一樣 你可以去調整 那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鎖定 那如果說我們把它 移下來 他就會偏色 那看你是要負的還是正的 那我一般 我現在調整是大概是在18左右 都把它鎖定 排平衡就是如此 OK 再點一下 那 再來我們右上角 依序來講解一下 這個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斑馬線 就是 等於說是你 監看畫面的補助 拍攝的一些 工具 比如說是斑馬線 那我們把它調整 ON 我現在調整是99% 那如果說 人 的膚色 一個 霧 鎖定的鎖定格線 十字架頭 等等這些 那我就不依序说明了,把它关掉 那这一个是对焦 那第二个,这一个是对焦 那对焦的话,你如果说要手动对焦 你就可以这样手动对焦 这样就模糊了 好,那我们把色为自动 那像这个控制对焦的部分 在iPhone之带的APP就没有办法做到 它只有那个模式,譬如说人像模式 那这个我们可以手动控制就很方便 好,那我们 那刚刚曝光已经讲过了 那再来中间那个当然就是开始录影停止录影间 再来就是这一个 它有防抖,那这个防抖经过我自己测试的 的结果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没有什么 它也不会去用电子裁切 那这个可能要配合比较新的 比如说iPhone 13,iPhone 14,iPhone 15 可能才会比较有效果 那我试过这三个模式,其实都超不了多少 等一下会有这个拍摄的样片给大家观看 那再来就是这个是 变焦的部分 比如说两倍,四倍,八倍 那当然这个会根据你 选择左上角那个镜头 会有所变化 再来这个是 打板 看你的那个 要不要记录这个打板的场次等等的资讯 那接下来就是摄影机 那再来就是你录制的媒体的部分 那这边大家可以去 了解看看 这个不必多做说明 那聊天室要登录到它的APP里面 这个Blackmagic的聊天室里面 这是属于云端的 我这边就不展示了 再来就是设置 那在设置这边我们首先看到记录 那有边界嘛 看你是要选择这个H.264的 还是H.265的 那方便率当然就是所谓4K啦 或者是要HD1080还是720P 那色彩空间 如果你的机型有支援这个HDR的拍摄 譬如说 iPhone 13 14 15 应该都有 那你就可以要拍HDR的影片的话 你就要选择P3D65 这个色彩空间 那一般的话就是REC709 那再来接下来就是时间码 显示是否 那要不要做延时的记录啊 等等等等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摄影机的部分 那是不是要启动竖屏 然后直拍的部分 那等等这些小设定 那在音频的部分 我们来可以看一看 哪里是不是有些外接的麦克风等等 那监看 是不是要对焦补助 那对焦补助 是不是要开启 那什么颜色的 如果你手动对焦的话 或者是峰值对焦 那这个就跟那个相机就很 微单就很像了 那补助的色彩是什么 组透明度是多少 等等等等 HDMI 有没有输出 显示音频表 显示脂肪图 就刚刚那个RGB 那个4波的脂肪图 那就是要显示储存状态 就是你手机还剩余多少 比如说我们打开好了 那显示电池的状态 显示上传的状态 那媒体的部分 就是说你要上传到它的 Blackmagic的云端吗 或者说在这个片段保存 是在APP 跟照片库 就是手机那边 那这里就有选项了 就可以 我们可以自行去依照你的需求 去设定 去选择 那再来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也是新的功能 像iPhone15的话 它有这个可以拍摄这个 色彩空间跟干嘛指 它可以拍摄这个Apple Log 那都需要这个LUT 那这里你可以直接 比如说选择显示LUT 或者是从这里导入LUT Apple Log 5709 汇入导出 就在这边选择 那再来这个预设 预设就是说 你设置的预设的一些片段 接下来这一段 有四个画面 那分别是这个 左上角是这个 Blackmagic 没有防抖的时候拍的 只有它这个APP的防抖拍的 那右上角是 由这个 Aα6400所拍摄的 加上这个三轴稳定器所拍摄的 那左下角也是一样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比一下 在这个 色调的部分 还有画质的清晰度 以及这个画面的稳定度 那可以看一看 它所呈现的效果 那你说它 是不是可以比得上 或者取代这个微单相机 我想 即使在iPhone 15上面 效果会好一点 但是你说要完全取代 这是不太可能的 可能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那我们 结论就是 它 虽然 号称是APP的 这个 专业级的 可是它所 使用者的对象 应该是有使用过这个 微单的 的人士 消费者 或者是专业人士 那 以上就是跟各位分享 好 今天就说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